田勇频道 让驾驶更安全 咱们这次的无线点识别 来看一看三轮车 首先咱们看一个视频 好那这个视频看完了咱们大致了解了一下 就是红色的视频车 然后旁边出来了 一个人登了三轮车 但这个三轮车在变道的时候 压根就没有 往左瞅 视频车的车主呢 视频车的司机 可能也没有太注意 三轮车 也没有 对他多提高警惕 然后就被三轮车撞了一下 但是三轮车撞完之后还是直接跑了 据司机说 后来他追上去了 但是追上去也没有办法 这种事情 还是认自己全责 不然的话 你也没办法修车呀 咱们很多司机都是遇到这种情况 跟 不管是 电瓶车 三轮车 三轮车 相撞 本来是自己没有责任的 是他 主动撞过来 是他闯红的违规的 但是 也只能认自己全责 不然没法修车 咱们 再仔细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视频 不仅仅是三轮车的问题 咱们看还有别的问题 你看 有一个应该是电瓶车 电瓶车它属于非机动车 但它没有靠边 反而跑到了 快车道最靠左侧 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视频车就已经 压实现了 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右侧 右侧停的 看起来是一些自行车 电瓶车 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右侧的话 有可能会压着一点 线 这也是咱们 道路 交通参与者 这一种实际状况 这个视频呢 我截取了一张图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基本上就是前面这部分 那大家看到这张图以后 以后就可以想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是 三轮车 没有观察后方 但是这种情况很普遍 很普遍很普遍 所以咱们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加倍的提防 一定要加倍的小心 因为你跟他撞了之后 你有理 也不好使 而且 只要发生交通事故 就是特别麻烦 你要 耽误时间吧 你的车被撞了吗 你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还需要捡车 去验车 相当相当耽误事件 相当耽误事件 耽误心情了 所以 安全驾驶 即使不撞别人 也是不被别人撞 我无法连误事件 有时候